今天介紹這雙鞋 首先要澄清 不是屬於我的 哈哈哈哈 不要再覺得我亂世前 開箱文時間 這次這雙鞋 我是非常之心動 我不知道我看完這雙鞋之後 會不會很想買 但是這雙鞋 就算你想買 都未必那麼容易買到 因為這雙鞋 在一些國際的Fashion Show當中 已經手到兩相 但是這雙鞋那時是沒有公佈 確實日子幾時買的 後來在網上查看 這雙鞋是8月2日 正式在某些網站公開發售 當然一數就移空 當時的定價是345元的美金 但是短短幾天 已經去到差不多接近500元的美金 你說很貴嗎 但是這個牌子的聯成 是絕對物超所剩 首先真的要多謝澳門Kensho 我一看到這雙鞋的時候 我就問我可以直接來開箱 我說沒問題 但是我很害怕 看完之後很想買這雙鞋 如果這雙鞋剛好是我的尺寸 那就更加不得了了 我今年原本真的打算 說我不要再買那麼多鞋了 其實這個屬於澳門的品牌 我有幫他買過東西 他每次都很貼心 就會送一個環保袋給大家 好了 這雙鞋 登登登 平時看到這個盒的時候 都不會特別激動 但是看到這個的時候 覺得非常之正 好 看看一看 正式介紹 這個是Air Jordan 和Gasson Crossover的一對 Air Jordan 1 其實如果單憑盒來看 感覺不到有什麼特別之處 這裡還有定價 345元的美金 咦? 我老婆的那雙鞋 哈哈哈哈 6號尺寸 即是我老婆的尺寸 咦? 我一會問我老婆 想不想買 這雙鞋就是 Crum de Gasson 在2019年 秋冬發佈會的時候 就是Gasson和 Jordan 1 一起Crossover的鞋 登登 好漂亮啊 這雙鞋 在我手上 就是Crum de Gasson 和Jordan 1 Crossover的鞋 我自己摸上手 都覺得很漂亮 正常 Jordan 1 就去到這個位置 由於這雙鞋 就再高身一點 360時間 剛才這個360 只不過很快 給大家看看這雙鞋 這雙鞋 其實是一雙純白色的鞋 這次Crossover 它一出的時候 將木光注視了下去 一般的Jordan 1 其實它都保留了 這雙鞋是全皮製作 獨特之處 除了有一條皮帶的東西之外 它的鞋舌比一般高身了很多 有一點高身的感覺 Gasson 其實一直推出的東西 都比較不合乎正常比例 所以這雙鞋 這次在這方面都做得很好 另外一個位置 當然是銀扣的位置 這次它其實做了有一點噴露的感覺 除了這個位置加了很多扣之外 你看到這個位置也做了一些類似鍋釘的物體 這個鍋釘其實就不是鎖死你的鞋帶 是可以揭起來的 另外我知道這個位置其實是可以拆出來的 一般的Jordan 1 很少做到這個效果 Air Force就會多一些 有一條魔術貼在這裡 但這次Jordan 1就做到這個效果 所以這個其實可以整個剝出來的 剝出來之後 逐樣逐樣跟大家看看 有一點像 我又不可以形容是一些狗帶 是有點像的 因為很多女生其實都會把這些扣 放在頸上 其實都是這幾年流行的一個元素 總共有四個扣環 所以你穿外出的時候 你就會一邊 這是其中一個配件 看看鞋 在鞋端位置 其實有一個Jordan Logo的押花 平時多數都用瘦線 它用押花去做 前面鞋裡的位置也一樣 大家看到了 用一個押花的Jordan Logo 上面也都押著 Cum de Gasson Home Plus 真的好漂亮 可惜不是我的尺寸 但我會考慮購買給我老婆 去到裡面的位置 Cum de Gasson 有Jordan 1的Logo在裡面 好漂亮啊 說真的 這雙鞋 如果你說買來收藏 是絕對值得的 旁邊這個位置 平時最經典的Jordan 1 Logo 仍然在 但是前方這塊尼 跟現在很多聯繩的系列一樣 有一塊皮是削了出來的 也都用一個鍋釘 有些一般的鍋釘會比較容易脫掉的情況 就是它不是做到雙面的鍋釘 即是兩面都是畫面的 也不會那麼容易脫掉出來 當然我要把它還原 因為這雙鞋 暫時都未屬於我的 我知道黑人哥已經拿上手了 我不知道我是香港 是不是算是第一位可以拿上手的人 這條片我會今晚立刻剪 立刻出 你說這雙鞋 其實那個收藏價值 當然超過100分 必須要收藏 如果你是一個 Jordan的球迷的話 那說回 我想知道多些Gasson的背景 對於大家來說 都是一件好事 因為我經常都說 一雙鞋買的時候 當然它有它的價值 金錢這雙鞋在Fashion Show上出現 當然令到它標價10倍 尤其是兩個大牌子 即是Cumdi Casson 再加Jordan一起合作 但其實對於我來說 我自己當時認識 就因為香港有一隊組合 叫軟硬天師 我相信軟硬天師 大家未必真的知道 究竟誰是軟天師 誰是硬天師 就是葛文輝和林海峰兩位 當年他有一首歌 全部都是講一些潮牌 去找川普90 還是三本要事 當然是摸了下去 中文的Joyce 再加上旁邊的 加上追追阿媽咪 我盲目潮拜 各個各款名牌子 找回最相熟的那個女銷售 拿完Discount 跟著去數銀子 多謝六萬七千找回 兩毫子 所以那時候就第一次接觸 川普90 我當時在想 究竟是一個歌手 還是一位藝人 後來才知道他是一位設計師 而這位設計師 為何會這麼受歡迎 他是沒有正式修讀過設計這件事 亦可能因為這個原因 有很多人覺得他的設計 就很破格 亦都沒有受到一般設計師所規限 我相信 如果你是80後 這個名字就相當熟悉 但是如果到近世代來說 為何會令到這麼多人知道 或者為何他這麼厲害 Komni Kassam 這麼多人了解 我相信在2002年的時候 就出了一個叫做Komni Kassam Play系列 我說未必知道 但是大家看到這個Logo的時候 一定會了解 這個愛心Logo 相信大家一定見過 只要你有追潮流的話 或者你有留意演藝圈的朋友 都有穿過這件T-Shirt 其實這件T-Shirt 有很多人都會以為 究竟是不是川普90去畫的 其實不是的 是來自一位波蘭裔的藝術家 他去設計的 這位藝術家一直都非常堅持 就說所有的東西都要用手去畫 所以你看到這個愛心Logo 其實就不是跟我們一般見到的情況一樣 就是一般見到愛心Logo 可能心形很圓滑的 很完美的感覺 但是由於它是手繪的關係 所以你會看到它好像有些油彩 有些原汁原味的感覺 有些不太平衡的感覺 還有這個愛心當然最出名 就是它兩隻眼睛 令到它更加有靈魂的感覺 亦都因爲這個作品 令到今年的Sean 更多的年輕人會知道 好啦 那今天的開箱文 亦都到此為止 究竟這雙鞋會不會成為我的真藏品之一 穿在Yoyo的腳上 我暫時都未知之數 我稍後會打電話去問一問 究竟現在這雙鞋是多少錢 不過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鞋 很想我開箱的話 我有剛好可以搬到的話 我當然會第一時間開箱 記得追蹤我的IG FACEBOOK 以及我們的YOUTUBE頻道